杨明运气太差 CBA总冠军功臣正式离队 无缘辽宁队本赛季剩余的CBA未免赛程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辽宁南篮 在CBA常规赛第三阶段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 也刚刚由相关的媒体人确认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无疑让广大的辽宁南篮球迷 而那颗心又悬了起来 对于本赛季球队的争冠之旅 可以说是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么近期大家都知道 辽宁南篮也是渐入佳境 伴随着莫兰德的回归 这个点已经找回了上个赛季夺冠时期的那种感觉了 这也让辽宁队堪称是如虎添翼 如今这支球队可以说它的整个阵容配置 确实已经在联盟中的争冠球队里边是最具竞争力的 当下辽宁跟广东之间就常规赛第二名的排名 也是竞争格外的激烈 因为眼下来看 辽宁队想要争夺这个常规赛第一名的位置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因为常规赛剩余没有多少轮了 对吧 而你跟第一名的浙江筹州之间差了三个胜场的差距 所以说眼下来看 想要追上去几乎没有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本赛季浙江筹州 他们已经基本上我们可以断言 提前锁定了常规赛冠军了 但是呢 不可否认 虽然说浙江筹州是常规赛第一 但是真正能够在几乎赛销到最后的 或许还是辽宁和广东这两支球队 有望能够去角逐最终的总冠军 那么 但是呢 这两支球队如果说一个是常规赛第二 一个是常规赛第三的话 两队在半决赛就将会提前相遇 而这两支球队 谁能够以常规赛第二名的身份 进入到季后赛的话 谁就能够在半决赛多一个主场 所以说这两队 针对常规赛第二名的争夺 也是非常的惨烈 而同样 我们对比辽宁跟广东两支球队来说的话 不可否认辽宁队这边他的整个球员的配置 是肯定要优于广东队的 虽然说本赛季在马上布鲁克斯回归之后 广东队常规赛完成了对于辽宁队的双杀 而且只要马上出战的与辽宁队的比赛中 那么广东队还从来没有输过 对吧 这确实是广东队这边一个心理上的优势 但是也不可否认 有没有莫兰德的辽宁队 他的战斗力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此前包括顾爱伦的伤病 韩子军的伤病 他的阵容一直处于这种动荡之中 如今这支球队在各路伤员全部人员马起之后 这支球队他的阵容配置确实在这个联盟中 现阶段来看 他是独一党的存在 所以说眼下来看 辽宁队他跟广东队去比的话 他的球员阵容层面的优势是很大的 但是也不可否认 广东队也有他的优势所在 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教练组的层面 在教练组层面不可否认 广东队他的优势是非常大 那么广东队就他的整个助理教练 包括他的体能训练师 以及他的外籍训练师 他的整个外籍教练员就已经多达了4到5人 这一点是辽宁队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而且广东队 他的中方教练团团队 还有着王怀玉 马永忠等优秀的老牌的资深教练员 去辅佐杜丰 杜丰又是一个带过国家队的国字号的教练员 可以说整个教练团团队配置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说这也是通过他们日常的这样一个教练员的 强大的团队的训练之下 才让广东队能够在这个联盟中 他的各项图兰命中率 各项效率值的数据 能够稳居联盟第一 对吧 正是得益于这个教练团队的强大 而在辽宁两队的竞争之中 其实本赛季辽宁队 他的非常大的短板 就是他的教练团队 尤其是伴随着蒋青拳 他退休之后 对吧 离开了辽宁队了 本赛季辽宁队 他的教练团队成为了 他最大的一个软雷和短板了 那么如此一来 辽宁队想要争夺总冠军 他就必须要 让自己的教练团队 不断的航实 而不能够再去削减阵容了 但是呢 事与愿违 在近期我们又听到了 一个最新的消息 在球队常规赛第三阶段的 关键时刻 我们听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来 显示 辽宁队的助理教练 柴长毅 已经因为个人的伤病原因 正式离开球队 不再担任球队的助理教练了 这又意味着 辽宁队的助理教练团队 再度的被削弱 如此一来 就导致辽宁队本赛季 你在争冠的道路上 你的教练团团队 成为了你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此前 柴长毅负责外线训练 吴乃群负责内线训练 如今你负责外线训练的 本土教练团队没有了 这就导致辽宁队 你的这样一个教练团队的配置 跟广东队是比不了的 你的整个训练质量效率 肯定会下滑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 导致辽宁队在本赛季 能够快速完成教练团队的调整升级 争取在本赛季 完成对时的首个两年冠 我们也静后加音